今天,刘凯英老年人趣味英语课 来到了第15课了 今天讲一条路 在多伦多呀,有一条路叫粪池 粪池Avenue 粪池Avenue,它这个粪池呢 它翻译成就这两个字 粪池大道嘛 这是一条动脉通道 动脉静脉 动脉就是供应血的那条血管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 东西向行驶 这条路继续向西进入皮尔地区自治市 向东进入达勒姆地区的自治市 这条路它相当长了 这个分歧地铁站和分歧巴士总站 就是说在这条路上的有一个地铁站和巴士站呢 位于北约克区 就是这个分歧巴士总站这条路上的交叉 就是这个分歧和这Yang Street的交叉路口呢 有这个地铁站和汽车站 这个是流量很大的一个站 这写的是该市通勤人数最多的地方 在天津 马路特别直 特别长的比较少 它都是去了拐弯的 在有的城市 横平树枝的马路比较多 比如安徽省的马安山市 它是一个新型城市吗 就是它的马路比较直 横平树枝 你站在山上看 它那房子也特别整齐 在多伦多横平树枝的马路比较多 而且一条马路跨过多伦多 也跨过周边的中等城市 小城市